C.C. C.C. 大家好 我是師大副中肖穆璇 我是可樂 我是小布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食品都有蛋白質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就是要來檢測 我們今天帶來的這五種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食品中有沒有蛋白質 那首先我們的實驗器材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檢測劑 這是雙縮尿試劑 那我們今天帶來的五種食品 分別是太白粉、麵粉、杏仁粉、麥片 以及磨碎的麵線 還有我們的飾管跟飾管架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實驗吧 那在做這個實驗之前 請大家先記得要戴上手套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雙縮尿試劑 會對皮膚有點刺激性 我先來做第一管 第一管就是這個太白粉 那我們首先先用這個 加一點太白粉進去 之後呢 用滴管 滴一些雙縮尿試劑 到太白粉裡面 滴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搖一搖 好 好 那這一管 就是我們先完成的這個太白粉 那第二管呢 請可樂幫我們加我們的麵粉 然後搖一搖 然後搖一搖 那這一管呢就是麵粉 好 那第三管就交給小布 幫我們做我們的杏仁粉 好 那第四管 再請可樂幫我們裝我們的麥片 最後一管呢 請小布幫我們裝這個壓碎的面線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五管中哪一管看起來比較沒有變色呢 我覺得這一管看起來好像沒有變色 那這一管裡面的東西是太白粉 那這一管沒有變色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太白粉裡面並不含有蛋白質 那其他四管有變色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他四管裡面的東西都含有蛋白質喔 那為什麼有變色就代表有蛋白質呢 因為其實蛋白質呢 是一個很大的分子 那蛋白質裡面是有很多個小分子 叫做氨基酸的小分子組成 那這些氨基酸呢會用太健把彼此連結在一起 那這個太健呢 遇到鬆弛尿四季裡面的銅離子之後 那銅離子跟太健會形成間結 產生錯合物 然後他們的錯合物呢就是紫色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蛋白質遇到鬆弛尿四季之後 會變成紫色的原因 喔 好酷喔 原來如此啊 沒錯 這就是這個實驗的原理 那希望各位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實驗